电视 沙发 双人床 办公桌 独立未遇一应俱全 位在新一区基隆路的酒店 摇身已变成防疫旅馆 这是台北市第三间 也是首间公开的防疫旅馆 愿意公布的旅馆 那他反而比较安心地知道说 我就是居家 我就是防疫旅馆不是更清楚吗 大家不是最讨厌不清楚的事吗 这个是泡气室的手套 防疫旅馆各项防疫措施不能马虎 防务人员已做好 万全准备会戴上手套 分洒酒精再戴一层手套 消毒门把将旅客包装好的 换洗毛巾垃圾做好分类 送餐一样隔着房门搞定 简易的14天 不会与旅客有任何接触 然后会把餐点放在洗衣篮里面 不只如此 整层楼地板铺了三重 珍珠板 塑胶板 木地板 方便临时搅清洁 也在入口处就做好防疫分流 而房价分两种房型 套房8500 客房7500 共有100间 让北市目前三处防疫旅馆 坚数来到178间 目前订房量已经超过六成 根本不够用 去家检疫的人 回国的人住在家里 而住在家里的原来的家人 我们希望他们出去 住正常的旅馆 也就是说倒过来 因为防疫旅馆真的 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回来的国人 呼吁中央可以给我们一些补助 如果没有的话台北市政府 考虑用补助的方式 来弥补防疫旅馆不足的问题 随着入境全面检疫政策上路 需要居家检疫的人数大幅激增 防疫旅馆再多也不够 台北市除了积极媒合 寻找新的防疫旅馆之外 也计划改变政策方向 让暴增的居家检疫 不会成为防疫死角 环宇新闻林委区张元春台北 采访报道